AtiPlanter这个软体它本身有安装板 免安装板就是把它护入安装之后扣出来 就变免安装板 所以不用破解 但是安装板本身只有提供什么 简体中文或是澳门香港的中文 可是跟我们这个用語还是有点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想要有这个 我们讲的正体中文或繁体中文的语系的 你可以用免安装板 或者是您到我这边 我们的教材里面 我们在这个任务里面的教材 我给您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研习奖励 研习奖励 我有把中文化语系档案要怎么样使用 有写一篇教权 反正它只是扣进去而已 把那个语系档案扣进去就好了 那您的安装板就可以有正体中文的 这个时间上不够就先不讲 就先不讲 OK 那了解到基本概念之后 我把这个软体打开 打开之后你会觉得骗我 这一点都不像泡门 对不对 一点都不像嘛 没关系 等一下我们试试看看 那一般来讲 以前我在介绍这个软体的时候 我大部分都是直接从录影开始嘛 可是其实我后来发现其实因为大部分老师或同学 你大部分会习惯使用的是先把简炮做 对不对 不是先开始录嘛 所以我最近这几场我就改变一下方式 因为他在资源 您可以直接把PowerPoint都叫进来 PowerPoint拿来叫进来 你再赌入也可以啊 比如说老师PowerPoint叫进来之后我来录我的画面也好 或是我直录声音也会 也可以啊 这样也是教材啊 对不对 同学回去可以看我简报就好了 至于老师要不要现身 还是只有现身 都没有关系 这样了解 好 那我就找一段 我这边来开一个新的 在他来讲这个叫做新的工程 就是我们讲的专案 就新的专案你把它点一下 好 那这个时候他问你咯 请问你这个新的专案是要哪一种类型 你看左手边有几种 有没有 是要直接录制 还是叫我们的那个简报进来 好 叫简报进来 还是说呢 呃 你直接开一个空白的也可以 我们PowerPoint也可以开一个空白的吧 不过同学 你们现在做PowerPoint 有没有直接开空白的 没有 你们先挑贯本对不对 因为空白的背景是白色的 这样老师会骂不好 所以 你就会挑 那我们这个 你就直接导入PowerPoint就好 所以我就选择第二个 来 选择这一个 好 那你点到之后呢 他的右手边 我们来看一下 不好意思 因为我画面比较小 又要坚固到后面的时候 就是要放大一点 好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好 首先第一个上面这里 第一个 在这边你可以输入你的专案的这个名称 好 专案名称 第二个呢 你的专案档要储存在哪里 你可以自己挑一下 好 那你要放在哪边 第三个就是你的简报 因为我们刚刚讲你的简报要汇进来嘛 对不对 所以第三个你就选一下你的简报放在哪里 好 就这三个步骤 所以呢 我先给他一个 这样应该 这样不行 对不对 来不一样的地方 好 可是 我有看到贵校跟他们也要合并啊 进行中啊 所以以后也会在一起 不知道最后保留谁的名字在 开玩笑 来 那我就选择一下 因为现在还有四个学校要准备合并嘛 现在过那边有那个案子 好 我就打开这个 那我就确定哦 这个时候 啊 糟糕 不好意思 我突然想到 因为我电脑里面 没有安装office 我电脑现在其实很早用office 为什么那么压抑 office为什么一定要用 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云端的还有替代的方案啊 office要不要钱 要啊 对啊 所以不一定啊 不一定要office 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啦 就是如果你要安装office 那跑光你就会不进来 我突然想到我这一台没有装 没有装 那这个可能我就先暂时 没有办法直接叫进来 不好意思 那我就只好用拍画面的 这里 我虽然没有安装office 但是这个档案还是可以开好 好 那我在这边的话 一样可以做 我就从这边把它汇出就好 我把它汇出成图片档案 OK 那我来建个资料夹 好了 那我就来这边用新建工程 但是开始进来 我先问一下大家 这里有一题 应该先考一下各位 因为这个很重要 问一下 大家YouTube都有看过 对不对 然后呢 有一个尺寸 因为我们要做影片嘛 所以你要了解一下 其实我刚才不小心 已经有透露一点点 重点不在内容 重点在这里 请问大家有没有 平常看到YouTube 有看到这个画质的部分 请问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都知道数字越高 代表品质越好 对不对 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到底这个数字代表的是 影片的 到底是影片的宽度还是影片的高度 还是其他的 来赞成第一个影片宽度的请问 好 我老师弟就用杠了 赞成影片高度的 没有 你觉得 我很老干的 可能另有隐情的 其他的 有吗 你们怎么那么不相信我 这样让我好伤心 可是呢 竟然没有人答对 那你知道正确答案是谁的吗 影片的高度吗 真的啊 答案是影片的高度 这个是错的 我真的很单纯 好吗 我没有那么复杂 我上课只是比较好玩而已 这个是影片的高度 为什么我们要了解一下 这个不管你要不要录影 应该要知道的吧 所以这个我把录影再尝试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 其实呢 我们一般 你有没有看过比这个还高的 有对不对 比如说像你现在看我的这个 你看 这个还不够高 我去找YouTube上的案 最高其实应该可以找到8K的 现在有4K也有8K 那我们找 随便找一张 来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好 点进来 重点不在内容 重点在这个地方不一样 来 我把它放大一点 好 我们先从下面来 这里有240 对不对 我们刚刚说是影片的高度 影片的高度 所以呢 240就是320 然后是 所以老师以前有看过一个东西 现在小朋友可能没有啦 有没有看过一个叫VCD 有没有 VCD就是这个解析 那 再上去呢 360是640 乘以360 再来往上 480就是720 乘以480 这个大家也熟悉 因为这叫DVD 所以你知道DVD品质就比VCD好啊 那我们再往上 你一定会发现一件事情 当你再往上一点 有没有发现后面都多一个红色的字叫HD 代表高画质嘛 高画质 所以呢 720指的是多少 1280 所以你 你有没有突然想起来我刚才有泄漏答案过了 我说教学录影常见的尺寸 1920乘以1080 1280乘以720 对 所以这样大家没有注意听咯 开玩笑 这个1920乘以1080 这样知道为什么了 所以通常到了这边我们就称作Full HD Full 完整的HD 那当然在更高就一样 反正你只要知道那个比例就可以串算出它的宽度嘛 那各位呢 现在一般买的电视啦 萤幕啦 至少都一定会支援到这个 一定会支援到这个 所以 这个是我们要做影片的时候 第一个要先了解的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 你看回到这边来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用费入PowerPoint的方式 我要自己做嘛 所以他会问你 你的尺寸要做得多大 所以我按一个新建工程 好 这个时候我就用空白的咯 空白的 可是你看 这里就有预设大小 也没有发现我们刚刚的那几个数字在这里很熟悉 知道为什么我要先介绍那个 原则上因为我们教学录影大部分之一用后面这三个比较多 就是1024 768 1280 x 720 或1920 x 1080 那原则上 到了1280 x 720 应该 都还好 都还好 所以 我这边的话我可能要瘦小一点 因为 这边萤幕比较小嘛 所以我就会用小一些 这样OK 所以开一个空白的专案的时候 他会先问你 你的 专案的大小 好 有了这个之后呢 一样上面就是你的什么 档案名称 专案的名称 放的位置 还有一个 这里 请问在PowerPo里面 一张一张的 他把它称作什么 PowerPo一张一张的 他把它称作什么 换灯片吗 还是叫头颖片 这样叫换灯片吗 很难 很难决定 你不能因为看到这里叫换灯片 它就叫换灯片 我怎么没有记住PowerPo里面 叫做头颖片 对不对 反正那个名词不一样 但是原则上是一样 所以如果你在这边 自己进去里面 就是没有任何一张头颖片 这样子 好 如果你的一就有一张 好 所以这个地方 我先用底给你看 OK 我把它覆盖一下 这样看 不会觉得像PowerPo 可是呢 我把上面加进来 增加一个空白 有没有觉得有点像的感觉 反正再多加几张也不累 有没有觉得有点感觉了 这样可以用PowerPo来做的 好 好 OK 所以我在这边我先快速 我就把那个照片把它叫进来 我先把那个图片的部分 原则上各位是不用这么麻烦 只是我这边不好意思 来 我就先把它叫进来 好 这个我先拿掉 这样有没有 就好像PowerPoint进来 对不对 那今天呢 如果您在这边 请问 您有没有用过PowerPoint 它有个自动播放的功能 也有一张头里面 预设播放多少 如果你是用自动播放的 预设我记得也是3秒到5秒 那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你看一下我们右手边 你看一下我们右手边 在这里 有一个时间 有没有注意到这有一个持续的时间 还是要注意一下 这边是毫秒 1000毫秒等于1秒 所以3000就等于3秒钟 就一张头里面是3秒钟 那如果您觉得 比如说老师 您现在第一个动作 我想要帮简报录音就好了 那你就可能自己要先决定一下 我大概会录多长 比如说我现在要录20秒到30秒 就先把这个时间先给它 等一下你就直接搭配录音就好了 比如说OK 我们看一下 我在这边我先变3000 这样变成30秒钟 OK 那您看下面这边 有没有一个时间轴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录音的 有一个录音的 那我就可以在这边把我的录音 通常我会先检测一下 就是在这个小地方 这里有一个录制旁白的选项 在这边 我会先把这个三角形按下去 我先确认一下 到底麦克风有没有抓到 不然你讲完了 然后才说没有抓到 比如说皮膜指会不好 所以先确认一下万事俱备指线东风 来 麦克风测试有没有 这样我们先确认一下麦克风是有抓到的 有抓到的 这个时候呢 好可以确定 那我就从这一个 好 现在时间 OK 哇 我刚改了另外一张 再加长一点 OK 现在来到 学校跟大家分享一下 Active Brand怎么制作 好 我就录到这边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个声音进来了 可是很明显好像比较小声 对不对 那老师要不要重录一次 你想说 好吧那我就靠近麦克风一点 这是一种方法 一种方法 我们直接把声音变大就好了 当然这个效果要看清醒 真的小 太 差太多了还是要重录了 那你看一下 我们点到这边 你点到它之后 我们在右上角 这里有没有一个喇叭的图示 自己来调整一下音量就好了 这里 变大声一点 好 你有没有觉得我的声波 看起来比较大一点 这样了解意思 不过最好 尽量不要做这个动作 因为 能够很近的录的大声 是不是就比较好 尽量少一个原则 一次就OK 最好 剪接是不得已的 做特效也是不得已的 因为如果你第一次表演就很好 一次就OK 不是都OK吗 做后世的特效或剪接 尽量减少 那这个时候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进来了 那如果说您有需要 我再搭配一下 我们YouTube上的影片也好 或者是别的 你要自己录制影片也可以 那它本身也有什么 录影的功能 录影的功能 所以我就从这边 这里 你看喔 在上面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一个叫做补货幻灯片 就是你增加投影片的方式 这边称动幻灯片有几种 一个是开空白的 一个是直接从外面进来的 比如说你的泡混图片 另外你也可以直接做录影 它的录影就在这里 就在这边 所以您可以在简报里面就很轻松的 我就来这边 我要准备要做录影喔 好 那录影的时候呢 它会有几种 会有几种 原则上我们就是全都录了 就是它预设址就好了 OK 所以我就来这里 确定 这个时候它就会切到这个画面来 切到这样的画面过来 来输入 找到 有没有 好 你就先确认好 我要抓到画面之后 按下录影 赶快会有倒数喔 有没有看到 快速键是Ctrl加End 因为每个软体会有一些差异 会有一些差异 这个时候呢 你在上面的内容 它就开始把你录制下来喔 这样就开始 其实正常的话 因为我现在录的是全萤幕 等于说录的全萤幕 所以它 你没有看到一个绿色的框框 如果说 老师您录的范围 你比较想会有绿色的框框 像我们刚刚那个第一号的这样 你就可以自己选择 你要录的范围 好录的范围 好 那如果录完了 应该 有些人已经忘记快速键是什么了 忘记了对不对 没有关系啦 你看下面这里 它有一颗 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一颗它的图 对不对 如果说你不想记快速键 你就点它一下 那个暂停啦 继续啦 停止啦 都有在里面 所以我在这边我就按一下 这样有看到吗 对不对 你就可以在这边 我就先做停止 这个时候呢 它就帮我们把你的影片 有没有变成这样进来了 等于说我讲解完了这个投影片之后 给同学我们就来看这一段影片咯 这样可以吗 可以了 顺便问一下 Hopo里面调整 Hopo里面的顺序要怎么做 对 不会的要回家 对不对 按着 有没有一样 所以剪接影片用这样不是很快吗 那万一我刚做的这段影片有错 请问可不可以在里面剪接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啊 我跟你讲 我如果是 你看我刚刚那部落格上很多文章 对不对 我如果是在部落格上录影的话 我会用这个 我就不会用我现在录影的这个软件 你知道为什么吗 没有观众的时候 常常会吃螺丝 因为有观众的时候 我知道我 我可以看到你们 那我知道讲什么内容 可是没有观众说 这样录的又不太对 重来一次好了 所以我就用这个 因为我不想要全部都重来 我如果说我录好一段 这个不行 只有一个地方不行 我整个重来 可能下次出错 我不是在哪 是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善用一下 ATIVENT 它的一个这个剪辑的功能 剪辑的功能 好我的时间剩两分钟 那它有很好的一个剪辑功能 我给老师稍微看一下 你看这边 你要把它的时间轴叫出来 第一个动作 要在它的时间轴的这个刻度按一下 现在你都没有看到一条线 对不对 我在这里按一下 你看一下 我再按一下 有没有发现有一个时间轴的刻度跑出来 而且它还有左右护法 有看到吗 这里啊 有没有看到它有一个绿色跟红色的左右护法 知道那个要干嘛的吗 给你选范围用的 给你选范围用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拿一个段落 讲的不是很OK 我在这边我就把它拉下去 有没有 好我就把那个范围做好 上面就可以直接切断了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这一段就剪掉了 这样你了解那个概念了 所以我在上面是 它的好处就是 你要在上面做剪接很快 很快 那所以我就可以像这样剪接完 甚至有些时候 不好意思 刚刚讲到这个段落的时候 应该还要补一个东西 有时候会啊 不小心忘记了啊 对不对 它可以直接把它分割 什么叫分割 我现在是一个投影片 对不对 可以把它分割成两个 我中间是不是有差东西进来了 因为我们在 像我在做库洛格影片录制的时候 不好意思啊 常常有想到比较多东西 然后就会 这里加一点 这里加一点 可是要整个完全重新录 有时候就很麻烦 所以我就用这个 那你看 我在这边把它按一下 你注意一下这边投影片的变化 这里投影片的变化 来 我把后面这里按一下 有没有 现在变成一分为二 有没有 变成两个投影片了 所以我如果两个投影片中 你要补这个简报 不对 可以啊 这样有没有比较灵活一点啊 这样老师大概了解这个概念 所以 不只是影片 可以这样重新录 声音也可以重录 声音也可以把它切断 然后再重录 那只是说 我今天就不要示范太多 等一下我们就留一点点时间 各位如果说 我们做一个FAQ 这样子 那最后呢 我们看一下 你这样剪接完了 是不是要 还是要输出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输出 那这一段我先